這個辣全部都是海鮮 每隻都很大隻 全部都鮮 選擇三眼的螺絲蝦 剪開裡面就有高色 香濃的鵝肝脂肪味 吃這隻大山蠔 整隻八爪魚腳 多棒 龍蝦肉 真是好好吃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vid 有沒有想過吃海鮮一個價錢 就可以放題任吃呢 之前也曾經跟大家介紹過 身後的萬格 不過這次介紹的這間萬格 裡面的環境空間和食材 都是非常之多 而且都是放題任吃 埋單都是一個價錢 裡面的海鮮的種類 一定夠大家吃到滿足 吃到夠的 進去之前先介紹一下 抹海鮮自助放題的價錢 留意它營業的時間 11點到晚上的11點 1.2米以下兒童是免費的 1.4樓下兒童118一位 成人一位價錢都是269元 那現在你一起進去這間萬格 看看吧 看看他們的裝修又如何 還沒進去之前 立即會有個燃撈區 你看這裡 全部海鮮都是山蠔鹽竹的 嘩 看到這隻的藍龍蝦 嘩 超山蠔 超大隻 這麼名貴的龍蝦 一樣飲食 嘩 自己隨便撈 隨便吃 食材待會再跟大家慢慢介紹 對啦 現在先跟大家看看裡面的環境 這裡的裝修都是用上海洋式 配合海鮮火鍋放題的主題 座位的數量是非常之多的 比之前介紹的萬格規模還要再大很多 繼續走進去看看 這些辣全部都是海鮮 這裡都用上灰色的主吊裝修 大家的餐廳可以招待的人數是非常之多 這裡的裝修空間也跟大家介紹完了 大家應該非常關心的就是 這裡的製作餐有些什麼吃 逐樣拍給大家看這裡有什麼吃 首先入口處這個燕撈區 我們可以隨便撈一些 全部都超級三眼的 藍龍蝦 每隻都很大隻 全部都鮮活 會動的 活海鮮 夠新鮮 旁邊這個就是螺絲蝦 自己選擇一些三眼的螺絲蝦來吃 這個池是有蟹吃的 裡面也有些擦骨 有高的蟹 另外這裡有很多的背殼 搭背 螺 什麼都可以吃 有鮑魚 花蘿 還有這隻這麼大隻的背殼 這區全部都是新鮮的海鮮 不包括上面這隻 是石斑的 再走進去看看海鮮的種類 這裡就有一些冷藏的食物 都寫了名字在這裡 這裡有天鵝蛋 全部都幫我們起肉 蝦 牛筋 帶子 在素類這一排全部都是任食的 有鵪鶉蛋 魷魚 鱷魚都有 黃金肉帶 牛卡葉 黃喉 還有這隻蠔 這隻蠔是很大隻的 還有冰山旁 這一區才厲害 有高蟹吃 它真的每次幫我們 剪開了 裡面就有高蟹吃了 多方便 剪開一半的 全部都幫我們冰鎮保鮮了 這些高蟹在外面吃一點都不便宜 所以這間修夷肉狗 它們的食材絕對對得住這個價錢 很划算 再看下去有鴿魚 這個就是水魚 牛蛙 蛙蛙魚 黃鮮 豬腦 火肉片 發爪魚 海參 還有福袋 鮮魚 海參 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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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筋魚 這一區就有 鳳爪 黃金鳳爪 魚肚 魚腸 蟹柳 海鮮區大致 還有壽司區 看看這個壽司區 很多款的日式料理都有齊了 包括這些 泡菜 泡菜 紅薑 中華沙律 調味都有齊了 壽司有這幾款的 鰻魚壽司 蟹子壽司 壽司 壽司卷 蝦壽司 當然會有刺身區 這一排全部都是刺身 有什麼刺身呢 當然會有三文魚 欺凌魚都有紅色和黃色之分 這隻是紅欺凌 這隻就是黃欺凌魚 這麼多款刺身 任性 旁邊就有鮑魚和金蝦的刺身 還有蟹柳 每一款刺身擺出來都是很精緻的 少不了 當然就有鐵板燒烤區 這裏就會有大廚 直接幫我們燒烤 現在正在烤山� 全部都很大隻的 山蠔 山蠔 一會兒要瘋狂吃山蠔才行 廚師正在烤海鮮 現在在烤鑊 現在廚師正在烤羊架 羊架都有食物 烤好肉就會放在桌面上 大家會自由去拿 烤烤的食物還有三文魚 冬春魚 螺絲蝦 薯仔 腸仔 炸物 串燒 還有烤鰻魚 任吃的都是 來到這裡不只是火鍋 只是吃燒烤的炸物都很棒 在烤麥的左邊 大家會發現一個焗爐 裡面烤的榴槤 都是這裡的主打菜 這是剛剛出道的 泰國金枕頭的榴槤 主打的食物就跟大家介紹完 而且這些食物都是很貴價的 $269 我覺得是非常之低的 除了主打的海鮮區之外 你看那個旁邊 這裡會有一些水果區 非常之大 有熱帶風情的荷葉 墊底 裝著一些水果 木瓜都幫我們批皮 直接夾皮就能吃 就可以了 還有很多水果 都盡量拍攝給大家看 波羅西瓜 火龍果 芒果 我吃得健康一點的 還有蔬菜 這裡有很多種蔬菜 鮮鵝菇 響鈴 松草花 吃火鍋當然不少就是飲品 這裡有很多種酒類 包括竹梅 清酒 熱的清酒可以在這裡自由泡 當然凍飲的這個雪櫃可以滿足到大家 一樣是大把啤酒 可以選擇 涼茶奶茶雪碧汽水 都有齊了 這一區就是海鮮醬料 調配區 山薑檸檬芳 一枝莊都有 豉油醬汁 整塊芝士都有 旁邊這裡有很多醬料 可以調配 最後吃完餐飯 當然少不了的就是甜品區 四種顏色的雪糕 可以自由泡 還有精緻的色的小蛋糕仔 小蛋糕仔 小蛋糕仔 寒水 還有這些不知道是龜苓糕 看了這麼多款的食物 這間的萬格比之前介紹的那間 是一個升級版來的 無論是食物種類 空間 食材質量 都大躍進 提升了 269元一位 絕對對得住這個價錢 解釋完食物 現在就馬上和大家去夾食物 分享一下這裡的食物 坐下之後 我們先看看這張桌子 補充明精緻 所以它已經把電池套來陷式 完美無恆地 直進去這張桌子 這個設計真的要大讚 一張桌子上面 一共會有四個爐 每張桌子都準備了四個爐 給我們放進去 這些位置 因為我們打火爐有機會 會搶不同的海鮮 衛免撈暖 所以每張桌子都會準備四個爐 每張桌子都有2L的龍膚山泉水 非常貼心 不用每天都要找無緣幫忙 然後還有一個食物館 我肚子餓了 趕快夾點海鮮吃 任吃的關係 我就不客氣了 每個都是好山蠻 真的好山蠻 先放進去 龍蝦儘量選肥味的 那些蟹就會好吃一點 我趕快夾緊它 螺絲蝦 嘩好山蠻 嘩嘩嘩嘩 蟹我就不夾了 裡面有高蟹 這裡還有鮑魚 鮑魚鑼這些 用來做湯底 其實都挺鮮的 這裡還有鱷魚肉 我也沒吃過鱷魚 試一試 黃金肉帶超大粒 高度大生蠔 超大隻 很喜歡吃生蠔 多拿幾隻 高蟹也是必拿的 你看到中間的蟹膏 這隻也是爆高的 拿幾隻走了 爪魚仔 這個很喜歡吃 上面這個更大粒 又拿走了 爽口大牙海參 一定要拿 鵬骨鳳爪 幫我們起骨 這個也是熬湯 很多膠原出來的 醬魚丸 這個也是很好吃 它一碟一粒 我就拿幾粒下去了 還有魚肚 即是花膠 也是用來煲湯 一流 魚肚花膠 有這麼多 海鮮都拿齊了 當然在炸的過程 要等候 立刻趕快拿些烤熟的食物 這些就是廚師做烤熟的食物 蛾光 大大隻的烤山蠔 刺身紅黃欺凌魚刀 火鍋湯底的醬料自行調配 喜歡吃麻辣的話 我看到剛才也有很多 不滿了整鍋火鍋 沙爹醬這個可以用來做湯底 拿起飲品 不怕試喝 短短一會兒已經坐滿了 非常多 證明這間的萬格 真的很受歡迎 我已經叫了很多食物 這就是我今天叫的食物 超多款 食物都拿齊了 現在我準備開爐 較最高的火力 準備了一些熬湯的食材 雞腳 還有魚肚 其實這些食材一邊烤的時候 湯都會越打越濃 趁湯還沒滾 我都拿了一些熟食 先吃了 先試一下這塊鵝肝 嘩 好有脂肪香味 嘗一嘗 嘩 嘩 好軟 入口的用 香濃的鵝肝脂肪味 很好吃 生蠔 全部爆炸的 每一隻都是很大隻的 一般吃的大生蠔 都要10元的一隻 但是這裡是任食的 盡情吃多點 不用客氣的 嘩 好爽 還有這個生蠔汁 嘩 嘩 再吃多一隻 嘩 多大隻 三文魚刺身 好新鮮 好吃 好好吃 紅黃稀鱗魚 黃色也吃得多 紅色真的沒吃過 紅色稀鱗魚 飽了魚子在裡面 很多 味道跟黃色稀鱗魚一樣 鰭腳 海鮮大集會 全部我先放進去 海參 八爪魚 大隻的火鍋山蠔 放進去 這麼大顆大隻 我第一次看到 一張魚丸 裡面全部都是海鮮 超豐富 跟大家試一下火鍋山蠔 哇 這個山蠔真的很鮮 蘸一蘸醬 真的很鮮甜 來這裡吃 最重要是吃海鮮的鮮味 而這裡是專吃海鮮的 全部海鮮都是超級新鮮的 真的很難試一試 再進入魚仔 很爽口腩 整大煲東西都是我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整隻八爪魚腳 多棒 真的很開心 吃海鮮放蹄真的很開心 可以選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大大口 整隻咀嚼真的很爽 鮮海鮮放蹄在香港也很難吃得到 而且這樣的價錢 無限任吃 在香港也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來到新鮮 也是其中一樣很值得吃的磅蹄 正啊 而且在這裡吃 全部都是貴價的食材 一點都不客氣 蜜魚丸 蜜魚丸 如果大家在街市買 一些竹魚的蜜魚丸是很貴的 真的很好吃 很快就已經吃了一彎 第二彎跟大家吃一些貴價的食材 包括這些高蟹 但是全部都是新鮮的 這些貴價的海鮮食材 是來這裡必點的 放進去鹿 螺絲蝦 藍龍蝦 藍龍蝦 夾不出 嘩好三眼 夾不出 放進去鹿 放進去鹿 不要動 不要動 還有兩隻鮮活的藍龍蝦 嘩好厲害 鹿的過程呢 視影都提醒我 用這個蓋子蓋著它 因為它會有機會掙扎 發些滾水出來的 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有些東西擋一擋 穩陣一點 這一鍋的龍蝦高蟹 就是重頭戲了 鮮活海鮮 應該都差不多熟了 要什麼學 它都有手套配備給我們 由於是飲食的關係 我看到一台全部都是吃藍龍蝦的 自製麻辣藍龍蝦 把龍蝦全部撈起了 高蟹 大大隻的螺絲蝦 這一盆就名貴了 全部都是貴價的食材 不客氣了 現在準備和大家開餐了 嘩 一撕開了之後 淡淡龍蝦高 在這裡 好棒 頭一邊還有很多膏 龍蝦殼很難易的 很硬 撕得開了 整隻撕出來 殼好像盔甲一樣硬 這一塊就是淡淡的藍龍蝦肉 挺肥美的 超棒的 這塊肉 試一試 大大口的龍蝦肉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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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膏,我不客氣了 真的很新鮮 一隻蟹在街市買,一點都不便宜 如果大家喜歡吃蟹,任吃就適合大家 好棒,又有蟹肉 好棒 還有鮮活的綠螺絲蝦 好棒的,又是很多蟹膏 螺絲蝦很爽彈甘甜 它還要鮮活,螺絲蝦更好吃 完成 大大隻,超肥美 這隻蝦在外面吃都要10元一隻 而且這個尺寸是大隻的尺寸 真的好棒,海鮮 好新鮮 這隻龍蝦,整條紅色的膏扭住了 龍蝦肉,第二隻 向後咬,整隻就會爆開 第三隻 好清潔了 整盆 煮了兩窩,老實說都很飽 有些東西再想覆卓的 就是這個大山蠔 再次烤榴槤,金枕頭榴槤 嘩,超香 最後吃完之後一定要探一塊 金枕頭榴槤 這裡都是任吃的 1點鐘,兩個小時 剛剛開了兩個小時 就已經坐滿了 兩鍋的海鮮放蹄之後 其實都很飽 再第二回合就吃一下 山蠔 剛剛也覺得挺好吃 再吃一次 再多吃 再多吃 最後最後最後 當然少不了的 就是任吃的 烤金枕頭榴槤 整隻醬波波多大隻 這麼大隻 嘩,好軟 好甜,好好吃 好甜 夠了 完滿了 吃到這裡 都跟大家介紹過 這一間的萬格 潑海鮮火鍋放蹄 兩個小時內 這裡已經填滿了人 這裡全部都是香港人 很多都說廣東話 這間餐廳是2691 一位成人 任吃潑海鮮放蹄 值不值得吃呢? 我覺得挺值得的 尤其是龍蝦烘 海鮮喜歡吃蟹那些 這一間如果你不停吃 藍龍蝦呢 還有高蟹呢 是非常之便宜的 整體的環境呢 都是非常之整齊 食物款式 很多種 服務員也是非常之多 基本上 你不停會幫你 收拾桌面上面 吃剩的食物 很快會幫你清理桌面 所以這間餐廳 我覺得服務環境 食物價錢都是非常之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介紹的這間餐廳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香港去到龍華天虹購物中心 都會有直通巴士可以直達 想吃萬格湖海鮮放堤 前往方法 我們可以搭地鐵 去到洪山站 最方便就是福田口岸過關 搭4號線 半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去到洪山站 出閘之後 走到A出口 騰龍路 A1落樓梯 然後我們要走一條長長的直路 不斷向前走 過馬路再向前走 一路靠著地鐵路軌 向前走就對了 還會經過一條馬路 前面就已經見到一間天虹的商場 繼續直走 過第三條馬路 這裡就很清晰見到天虹的廣場 再走前多一點 在前面正門進入 接著搭扶手電梯上到三樓 再反方向走 走到三樓的尾段 萬格之助活海鮮放堤 就是這個角落頭位 都會有很多香港人專程過來這裡吃 吃月晚格 前面還有一個洪生廣場 還有Costco也值得一行 射程 沒問題 對 車會有多 comeback 你進行不來 沒有問題